俗哥说电影 忘了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韩国的灾难片流感 影片一开场 一群东南亚偷渡客藏在集装箱里准备到韩国捞金 其中一携带猪流感病毒的哥们打算过去给韩国人上一课 铁锤和栓柱都是救援队的队员 在一次救援过程中 铁锤认识了掉在坑里的传染科技生春花 春花身上的费罗蒙把铁锤撩成的是小脸通红欲罢不能 当时就意见中情了 可能由于太激动 春花走的时候他忘了要连一方日 不过这相思并算是老了 铁锤和栓柱正聊着的时候接到了春花的电话 约他在某个地方见面 春花找铁锤的目的很单准 希望铁锤能下到坑里把他的包给打回来 因为那包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铁锤和大妹子咱俩凭水相逢还没有产生真感情 你就舔着脸让我替你玩命这肯定不行 集装箱运到韩国之后 负责运送的舌头哥和舌头弟打开门一看 除了小越南之外其他人全都领了喝饭 而那种致命的流感病毒也随时开始扩散了 由于舌头弟的口罩掉了 流感病毒趁机进入了他的呼吸道 两人拉着小越南往回走的途中 小越南趁着舌头哥买东西的机会撒得到了 而此时的舌头弟由于感染了病毒 情况也越来越不妙 小越南跳车之后也分不清东西来买 光着脚跑向人口密集的小区 舌头弟去药店买药的时候 因咳嗽喷出的飞沫 当时就把一些吃瓜群众给传染了 春花来到单位 由于资料的丢失被领导给臭骂了一段 虽然铁锤当时拒绝了春花 但他思来想去 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如果想获得女神的放心 那就必须得获得出去 在同事拴住的配合下 铁锤下到坑里顺利的拿到了春花的包 两人正在翻春花包里的东西的时候 春花的闺女小萝莉打了个电话 这个小萝莉虽然长得不是那么漂亮 但小嘴巴达巴达特能说 而且懂得也多 铁锤把包给了小萝莉 小萝莉说气负 由于是飞沫传染 因此这猪流感病毒传播的非常快 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 很快当地大部分的老百姓全都被传染了 而此时的舌头地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 春花回到家 小萝莉把包交给了他 春花这些年又当爹又当妈 过得挺不容易 小萝莉的爹地是个父亲汉 去美国之后就像肉包的打狗 一点音信也没有 春花正在做饭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说有紧急情况让他赶快去一趟 春花来到医院 看到舌头地正在锤子睁开 春花从舌头地的手机里 发现了集装箱里的那帮已经死了的头部客 春花说从我的经验来看 这很可能是从外面传过来的逐流感 春花去问舌头哥关于集装箱的时候 舌头哥一听当时又急了 冲进去就让带着弟弟离开一遍 紧接着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争夺战 由于医生护士人多是众 最终把舌头哥跟在了地上 春花上班走了之后 小萝莉一个人在小区里玩 刚好撞进了小越南 小萝莉一看小越南这么可怜 便生出了侧隐之心 两人的交流虽然有点障碍 但聊得还是不错 小萝莉说你病得不轻啊 你跟着等着 我现在就去找人帮忙 当小萝莉带着铁锤去找小越南的时候 发现小越南已经不见了 随着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 政府部门开始慌了 集装箱终于被找到了 春花根据现场的脚印 认为肯定还有生存者 视频很快就被传到了临时指挥部 盆堂的议员也很快赶到了 但这哥们来和不来都一样 除了添乱什么忙也帮不上 铁锤带着小萝莉去吃东西 从小萝莉的嘴里了解到了春花的情况 这样他觉得自己是越来越有希望 由于小萝莉跟小越南接触 因此也被病毒给感染了 一些被病毒感染的人 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症状 铁锤在去帮助一位病人的时候 不小心和小萝莉走散 经过查找 春花终于发现了还活着的小越南 医生建议马上封锁整个盆堂区 但议员却死活不同意 这个时候街上已经彻底乱了靠 盆堂区所有的医院都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包括一些医护人员也都被病毒给感染了 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医院的高层 一看控制不住了就打算坐着直升一头 春花由于担心自己的闺女儿死活不肯离开 议员建议把这件事公之于众 提醒大家多加防范 但总理却不同意 总理说一旦公布出去 必将人性大乱到时候更往外 一帮官僚正在闲扯淡的时候 总统疯疯活活地感到 总统说我听说一旦被感染就是百分百的死亡率 而且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 你们打算怎么办 总理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先隔离再宣布 为了防止病毒继续扩散 政府派人掐断了盆堂所有的数 总理宣布完疫情之后 商场里是一片大乱 铁锤和春花抱着小萝莉刚跑出去 大门光灯一下就关上 为了把被困在商场里的群众救出来 铁锤放弃了和春花一起逃跑的机会 春花不禁被眼前这个男人的大无畏精神给震撼到 虽然春花带着小萝莉赶到了登基的地点 但由于小萝莉不停的咳嗽 被警惕的工作人员给拦住 由于事态严重 美国派专家出面干预了 凡是有症状的人全部被关在了隔离区 如果48小时还没事才能被放上 在接受检查的过程中 春花发现小萝莉已经出现了症状 盆堂这个区富人居多 这些人平时住的不是公益旧别墅 现如今让他们住在隔离区的帐篷里 很多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这些当兵的可不管他不多 谁敢捣乱就做什么 马东西是这里的作战长官 对于手下的粗暴行为及时进行了制止 由于政府进行隔离的行为 简单粗暴 使得很多民众都非常的不满 因此在封锁盆堂这件事上 大多数人都吃反对意 拴住说消息已经确定了 听马东西说 凡是检查处被感染的 全部都要被杀掉 铁锤说别扯淡了 政府不敢这么敢 春花为了不让别人发现 小萝莉已经被感染 一直躲着铁锤 但最后还是被铁锤也看见 这铁锤还是太单纯了 主张春花把小萝莉交出去接受治疗 春花说现在根本就没有治疗的办法 拴住说的话不能全信 但也不能不信 小越南虽然是第一批被感染者 但由于这哥们产生了抗体 因此什么事都没有 当兵的很快就把他给认出来 接下来医生们开始用小越南的血 分离血清制造抗体 春花知道自己的闺女撑不了多久 根本就等不到抗体被确认的时候 于是他决定冒险试一试 可当他带着小萝莉刚想离开 就被人给拦住 原因是编号2966的小萝莉 已经正式被感染 为了掩护春花娘俩 铁锤跟小萝莉调换了编号 这个行为在春花心里可加分不少 拴住说你就是个二球 你是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此时指挥部那边也出现了冤枉 本来说好的48小时之后 那些还没有出现症状的人 就可以出去了 但在美国方面的干预下又改主意 凡是在隔离区的人 不管有病没病全都不能走 包括那些当病的 已经感染了病毒的马东西 可是老江湖了 他意识到再不走 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于是买通有关人员就打算撒了资料 由于政府说话不算话 隔离区那些没病的人 很快就开始扫完 在小越南的配合下 春花冒险给小萝莉注射了 还没有确认的血精汤涂 春花这边刚给小萝莉注射完 就被冲进来的有关人员给麻醉了 小萝莉也被当作被感染者给带走了 由于铁锤根本就没用 因此在检查完之后就被放出了 眼瞅着小萝莉被带走 铁锤开始发疯般的寻找 在这个过程中 他亲眼目睹了那些感染者 被当作牲口一样处理掉 这是一个巨型的大坑 感染病毒的人像垃圾一样 全被扔进了坑里 醒来之后的春花 得知小萝莉被送到了感染区 当时就急了 开始在隔离区里到处下去 看着坑里数以万计的尸体 铁锤也蒙圈了 不知道应该从哪下手 不过功夫不负有些人呐 在铁锤坚持不懈的寻找下 终于把小萝莉给救出来 参与这次行动的士兵大头 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妈咪 也感染了病毒 因为他知道真相 于是就想把自己的妈咪救出来 但在跟战友对抗的过程中 不幸装力欺赏了 得知真相的民众 乌泱乌泱的跑到了大坑的跟墙 发现有很多还没有断气的人 也被扔到了坑里 一时间群情激愤 暴动马上就开始了 铁锤则趁乱抱着小萝莉撒子聊 在暴动的人群里 有一伙拦住了医护人员的车 舌头哥不容分说 就把小越南给捅死了 这小越南可是制造抗体的关键 如今这一领盒饭刺全完蛋 眼瞅着事态越来越严重 可怕总统气得不行 总统说你们这王笨蛋 全是吃钱饭 总理说您这打击面太大 总统说尤其是你 干啥不行吃啥不剩 简直就是一惊之命 虽然小越南死了 可小萝莉的病情 已经开始好软了 这也就意味着 小萝莉可以为制造抗体 铁锤和春花联系上之后 抱着小萝莉前往回合点 可就在这个时候 马东西发现了他俩 马东西一看这小萝莉还活着呢 就打算把小萝莉给抢过来 哎呀头一回见马东西来走 还真有点不适应 天亮之后成千上万的民众 开始向外面突围 马东西说 如果想让政府救咱们 必须把首尔给搞乱 只有首尔的老百姓得了病 政府才可能救咱的命 马东西是一呼百应 大家伙开始向着首尔进发 政府一看那能干嘛 把坦克车都开来 当指挥部得知小越南死了之后 便决定把盆堂彻底封闭 在美国顾问的建议下 总理发布了命令 谁敢越雷尺一步格杀无论 马东西为了把事情搞大 在军军中偷偷地开了一枪 当兵的一看那能干嘛 总统一听外面打起来了 上去就揪住了美国顾问 总理说老大你稍安无躁啊 民意调查显示 现在全国的老百姓 有96%的都同意封锁盆堂 就在这个时候 春花跟总统联系上了 再次撞进了小萝莉 为了得到抗体 他准备强行给小萝莉抽起 可就在这个时候 铁锤和拴柱及时出现 俩打一个 马东西这片绿叶的戏粉 算是彻底结束 指挥部那边已经乱套了 虽然总统得知再次有了抗体 但美国顾问根本不信 坚持要无力镇压 要说这总统当的也够过呢 自己家的事 竟然被一个外人制止点点 虽然春花 极力向女儿打手势不要过 但小萝莉根本不管她些 眼瞅着要出事 总统终于计言 命令部队绝不能向老百姓开枪 美国顾问一看 居然把战斗机给调过来 准备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洗 这个时候 铁锤抱着小萝莉出现在的镜头里 再一次证明了抗体的存在 这下给总统吃了定心玩的 他马上下达命令 美国战斗机自要是赶进入盆堂 立刻发射地对控导弹 美国顾问一看 总统要玩命 只好下令让战斗机回去了 影片的最后 总统发表了激情四射的演说 发誓政府绝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 而铁锤也获得了春花的放心